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戏最重要也是肖战 就是小斑 我第一次见到肖战的时候 眼前一亮 觉得这个小孩子 非常适合做这个角色 是我第一次尝试电影 他们最开始是觉得 我身上的那种善良 可能跟张晓凡比较契合 因为张晓凡是一个很单纯的人 他其实并不像大侠的设定 他其实就像一个林家的小男孩一样 他在成长的过程 他也会遇到自己的困惑 遇到一些自己人生当中 他觉得是一个跨不去的坎 他就是一个烦人 这次我们这四个演员 在我这个戏里面 其实非常苦 他是最苦的一个人 大概有了三四十米吧 头非常脏 然后眼睛就感觉要突出 要爆出来的感觉 而且他要一个很快的速度 突然落下来 然后那一刻就哇 然后那个反应就很真实 哈哈 好刺激哦 送给最帅的帅哥 哇 谢谢啊 八点的四面啊 好刺激哦 好刺激哦 了 好刺激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